很多朋友可能觉得非常诧异 12月26号 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 新伟哥怎么缺席了 昨天新伟哥的频道怎么没有更新 今天我告诉大家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我出离愤怒 澳洲和中国现在有三个小时的时差 昨天从中午12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起 我就手机电脑不离左右 随时准备跟踪中共中央可能举办的 各项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活动 我们伟大祖国的网管 在昨天 在21世纪20年代的昨天 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纪念日 如此重大的主题 中共中央举办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活动 这样重大的信息 我们祖国的网管竟然能够生生的把消息一直捂到北京时间的晚上六点半 才放出来 就是说 我当地的时间 昨天晚上九点半 我才可以知晓 他们还是去了纪念堂 他们还开了个座谈会 习近平还发表了他的重要讲话 我还看到了 经过缩写的他的讲话的部分内容 5月10分 我终于有幸败读了习近平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看完后 月明星熙 万类俱敬 一片至暗之中 我心中 那最后的一阵光亮小时 新美哥心中 顽强的燃烧了几十年的最后一缕火苗 洗面 燃烧了 GROUP 老� Mexican 收曲 250 我 这 我们 一、二、三、三 二、三